但是難免還會說 還是會被誤會會胸悶胸痛 對 那他寫說 你跟他同一間訪過夜 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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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 那你有跟他解釋嗎 沒有...沒有碰過太多思念 都是朋友啊 都是好朋友啊 你知道 一直聞我胸口又悶了 今天訪談到之後 謝謝 48岁的陈子强三级缠身送医 背包介入叫麦克婚姻董内幕 最近也因为工作量大增 又要演讲又要开画展 又要去尾压又要去主持这样 而且又用了艺术家的身份进驻到赤峰街当艺术家 明华园第三代小生48岁的陈子强 由于工作外务多 身体长年受三级所苦 很多种种原因家种而来 就是造成所有的身体胸闷 偏口痛失眠 半夜会痛醒 蛮剧烈的痛 对对对就是由内发出来的那种 在这里 整块 整块太痛了 去年的差不多在 1月份去台东做公益活动的时候 差不多有快食堂医院来来回回 有痛醒 就临时去挂急诊 检查出来都没有问题 那个血液出来吃太油 因为我太爱卤肉饭了 我一餐曾经吃过5碗卤肉饭 太多了 但是有饱足感很开心 还有汤嘛 因为那个只要配那个酱料 你就会一碗接一碗 贯完汤啊一定要配啊 不配汤啊 我之前最胖是胖到八十块九十公斤 有吗 那时候要为了拍戏 拍那个金钟奖的戏 所以你有可能解采 怎么会中风 医生怎样讲 可能 有可能 有可能 那个几率 所以今天可以在这边受访 是我很大的荣幸 要引爆这件事情之前 我们就已经分居两年了 他觉得我做事就是 很多事情都是 没有问过他啦 教卖哥去年爆发婚变 和歌手妻子周慧珊 结束六年婚姻 怎料却穿出 曾是师兄妹关系的 陈子强周慧珊 睡同一张床 让教卖哥戴绿帽的消息 当然是第一个时间 有点无奈啦 一开始 那个 他们就已经 第一个跟我说对不起嘛 第二个他们也曾经说 没有外人的介入这样子 但难免还是会觉得说 诶 就是怎么会有 阳急迟瑜这种感觉 谣言止于智责 那你其他东西 你就不要想那么多 当然难免还会说 还是会被误会会 胸闷胸痛 对 那他写说 你跟他同一间房过夜 因为第一时间 他们家人都已经出来讲了 不管什么样的言论 都会造成小孩子的成长 双方都是小孩子的爸爸妈妈 我觉得这个事情就 嗯 就 不要再谈了 要不然会影响到小孩子 这下的话 你跟慧珊有 最近工作太忙 工作太忙 那你跟教卖哥有造型吗 之前我去帮他过 就是那个MV我去帮他过 那你跟他解释吗 没有 没有碰过太多思念 都是朋友啊 都是好朋友啊 你这样一直往我胸口又闷了 这样我又开始 嗯嗯 有点小小压力 接下来就是大家 嗯 对 充实一眼 谢谢各位 我们那个 娱乐新闻的好朋友们 继续关注 娱乐新闻 2024 祝大家 农年新大月 哈哈 要看出新宿的舞蹈 谢谢 吴笔哥 卡卡加入 零食 用不同方式 看新闻 谢谢你 看超人性VTuber 爆新闻 直播线上即时互动 轻松有趣多元内容 3月16号起 每周六晚间9点 子午计划 VTubers 在三粒新闻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